我们可以看到中黄和建航所公布的具体工股的计划和之前的其实差别不大 只不过是谈论很久的内营股的一个集资问题现在已经是放到了实际操作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集资到现在为止消息已经全部明朗化之后 其实对内营股的整个业务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之前就是对资本金的一个充足的一个需求也在之前已经被吓化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市场比较畅旺的情况下 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 由于工股的价格会有很大的一个折扰 这使得很多的一些基金或者其他的一些资金的话 会对这一系列的内营股的 这一系列内营股的一个集资行为趋之若鹜 那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现在可以看到内营股的股价还会节节上升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939的话 建设银行它现在的股价是明显跑出于其他的内营股板块 是比较升幅比较大的一些内营股 谢谢大家